严谨警察 严谨执法 严谨警察 打击犯法 警察加油 香港加油 阿sir加油 Madam加油 11月5日 香港民间团体保卫香港运动 在香港警察总部举行游行集会 支持香港警察严正执法 尽快止暴治乱 恢复香港的秩序 这场名为一起行 称警察的游行集会 有1000多人参与 游行人士守持国旗和香港区旗 以及反暴力爱和平标语 围绕香港警察总部行走一圈 沿途不断高呼 支持警察等口号 用行动来声援香港警察 游行队伍最终抵达下雀花园 整个公园广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保卫香港运动召集人 傅振中表示 香港近几个月的暴力冲击越演越烈 黑衣暴徒多次纵火 投掷腐蚀业 路牌 砖头及汽油弹等 暴力行为 以远超所谓的和平示威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最令人心痛的是 原本在国际上 享有良好声誉的香港警队 不断在网上受到抹黑和棋底 甚至连其家人都受到恐吓伤害 警察长时间工作之余 又要担心家人安危 可想而知 他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所以代表香港市民 衷心感谢香港警察 连日来不辞劳苦 克敬几职 去维持社会秩序 许多市民都是专门请假 来参加撑警集会 他们要以行动 表达对警察的感激之情 今天我们为了支持香港的警察 无论他们用多少血汗 多少时间 亦都去全心全意 为了我们香港的市民去执法 我们真的出来要感激他们 香港警察 其实他们是现在香港法治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那些暴徒真的没有网管 所以我们一定支持他们 今天活动就是支持警察执法 因为警察在这段时间很辛苦 他只不过是执行他的职务而已 但是在执法的时间 居然会出现这么多反对的 或者一些抹黑的声音 我相信警察受到很大的委屈 还有很多不公平的言论 不公平的批评 警察都很克制 他们很威武 很正义 他们是带着一份无私的心 去为香港去做它的执勤工作 也都很坚守它的信念 坚守它的崗位 为我们香港市民去保护我们的社区 保卫香港运动团体 最后特意送上感谢卡 为香港警队打气 并慰问因执法而受伤的警员 香港警队派代表接收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可乐的执行 本次终于是 大际网客户端 为香港人通关于 大际网客户端